十月一日圣女小德兰庆日 传教主宝小德兰 攻读圣马窦福音第十八章一到五节 就在那时刻门徒来到耶稣跟前说 在天国里究竟谁是最大的 耶稣就叫一个小孩来 是他站在他们中间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若不变成如同小孩一样 你们绝不能进入天国 所以谁若自谦自卑 如同这一个小孩子 这人就是天国中最大的 无论谁因我的名字收留一个这样的小孩子 就是收留我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主内亲爱的兄弟姊妹 大家好 今天是十月一日 教会邀请我们庆祝圣女小德兰 这是个庆日 我们知道在教会近代史上 圣女小德兰可以说是最伟大的吧 可以说影响最大的圣人 教会封圣女小德兰为传教主宝 不外是圣女给我们带出了一种福传的精神 那么之所以说真精神 我说这个真精神 是福传工作者 加入缺了这种精神 就等于心通虚设 那么这种精神 又是我们常常缺乏和忽略的 那么咱们今天就是要默想 圣女小德兰到底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福传精神 我想有三点 咱们先看第一 小孩子的精神 小孩子的精神应该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做小人物 一个是做小事情 合在一起就是圣女小德兰 著名的身婴小鹿 身婴还得婴 也就是甘心情愿做天主怀中的小孩子 甘心穷愿做最小的事件 那么身婴小鹿是圣女送给咱们人类 应该说最伟大的一个礼物吧 可以说 那么这个身婴小鹿 可以说跟咱们的福传有什么关系呢 首先我们说小孩子精神 是福传的灵魂 一位福传者 首先应该必备的精神 他是 也就是在天安周前 应该有的一个必备心态 那心态就是 我们是天主前的小孩子 意思是说在这个福传 是天主的福传 我们只不过是天主手中的工具 可以这样说小孩子都是 说小孩子都有点抬举我们 既然是天主前的小孩子和工具 那么接下来就是做小事情 因为小孩子能做什么大事呢 就是看似做了什么大事 小孩子自然知道 也是天主在手把手教我们做的 工具 岂能自夸呢 因此一位福传者 岂敢因为自己做了一点点事情 就心高气傲 什么扬眼我要改变地球 拯救人类 我们不敢 正如圣德兰姆姆刚列品的所说的 我没有做什么伟大的事 只不过是帮助纳萨类的木匠 做一点小事而已 可见圣人们都有这种认识 也就是这种精神 另外呢 这个小孩子精神呢 他与世俗精神正好相反 世人一般的都不喜欢做小孩子 都喜欢做大人物 大事业 功成名就 光宗耀祖 可是一旦这种精神走进浮传者的心中 浮传工作势必变质 变成人的工作 浮传工作不是人 浮传工作是什么 浮传工作是天主的工作 是耶稣的事业 我们只不过是继续耶稣的工作而已 但是耶稣的工作不是世界上的功成名就 更不是功名利路 我们知道世俗的工作 人人都是个棋子 都是功名录下的棋子 包括那些功成名就者 包括皇帝帝王 他本身当别人当棋子的时候 实际上功名利路 本身他也是个棋子 而耶稣的工作是使人人都能成为 天主的自由子女 这就是救灵魂的意思 在世或想天主儿女的自由 摆脱罪恶的奴役 来世得到天国永福 与天主常在一起 所以耶稣的工作 不在于做事情之大小 只在于什么 怀着什么样的精神起做 这正是圣女充满矛盾的精神 我们说什么充满矛盾呢 圣女小德兰他一方面深感自己卑微渺小 可是另一方面他却豪情万壮 因此我们要说正确理解圣女小德兰的小 比如咱们经常说圣女不做大事 圣女在做小事 并不代表说圣女就不想做大事 不反对大事情 不是那意思 所以我们得正确了解 那么咱们先听圣女的一段话 圣女说 我觉得我像是被召来做一位战士 一位传教士 一个宗徒 一个医生 一个殉道者 我觉得我上楼未能为了你的缘故 而完成种种营用的形式 就好像不能满足我本性的需求似的 我觉得我已有勇气来做十字军 及教会的清骑兵了 我已能够为了保护教会而战死沙场 同时我更要做一个传教士 当你引我的呼求而资天果下降 我将以双手接住你 那将多么快乐呀 我能将人们的灵魂呈现给你是多么快乐呀 但是我尽管做传教士的愿望 但我又羡慕圣方基格的谦卑子下 我很愿意模仿他 直进传教士的职份 而不接受传教士的光荣 亲爱的耶稣啊 我如何能拼复了 我这种自想矛盾的凶心壮志 我如何能够实现我这卑微灵活的美梦呢 我虽渺小 却渴慕如同先知和医生般 能对人灵的心灵发出启迪照亮的作用 我身之以为宗徒的使命 我愿周幽世界宣扬你的名 且将你的十字架 便插在外交人居住的土地上 只有一种信任务 我并不会感到满意 我要走遍五周级遥远的岛上传播福音 我现在于这方面 原是毫无成就 即使我完成了本分内的工作 愿也只限于今生几十年的岁月 我却愿以白天地 自天地创造之时 即做一个传教师 直到天地终穷之时 我们听一下圣女小德兰 这豪情万壮的这种话语 激动人心 所以说圣女小德兰 她做天主的一个小孩子 并不代表圣女的心如初 涌着比他人们更凶壮万壮的精神 这就是圣女的这个矛盾 渺小而伟大 微弱而刚强 那么圣女这种矛盾 到底是什么精神呢 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二点 爱的精神 能够让一个小孩子 充满豪情万壮的只有爱 圣女说 我的圣照就是爱 爱就是注解圣女神明小路的灵魂 因为假如没有爱 小就没有意义了 在爱的光照下 我们就明白 圣女小德兰的小 绝不单止 一般意义上的小 小是一种精神 并不代表威瘦威尾胆小怕事 小也不代表不敢做大事 小是一种精神 精神是衡量行为的标准 能够让圣女的小孩子 变成大英雄的就是爱 爱是一切精神的基础 爱是所有精神的灵魂 圣女的精神就是爱 所以说圣女拥有了所有真美善圣的精神 智慧明智勇敢圣洁 刚义刚强等等 都必须建立在爱的基础上 没有爱 一切都虚无而无意义 所有的神恩都是爱 那么圣女的这种爱是从圣保禄宗徒的思想里 取得的灵感 格林多人前书第十三章一道三节说 我若能说人间的语言 和能说天使的语言 但若没有爱 我就成了个发生的锣 或发想的波 我若有先知之恩 又明白一切奥秘和各种知识 我若有权卑的信心 甚至能移山 但我若没有爱 我什么也不算 我若把我所有的财产全是舍了 我若舍身偷活辈分 但我若没有爱 为我毫无益处 这就是圣保禄宗徒的精神 同样的 这种爱对一位传教师来说 实在是太重要了 因为没有爱 传教师就好像一台没有动力的机器 没有爱 所有的一切都是道理 能够激活圣女小孩子精神的就是爱 试想假如没有爱 我们有如何能做天主前的小孩子 所以爱是创造的力量 是爱创造出一批又一批的传教师 是爱创造出抛头颅洒热血的殉道者 是爱给人一种今生不日数的精神 但是不要忘了 这里的爱不是我们的 而是天主司理的 换句话说 假如没有小孩子的谦卑 去祈求天主司想爱的力量 人连谈论爱的资格都没有 我们人的爱是那么可怜 就是谈论也是纸上谈兵 空愁畅 因为爱不是一句空话 爱是一种可以摸到的力量 只有小孩子能够摸到 这就是圣女所说的 我的圣兆就是爱的意思 既没有爱哪有圣兆可言 是天主私下爱的甘露 我们才能向天主倾心吐育 所以到头来一切都是天主 因为天主是爱 福串的精神核心就是去变洒爱情的玫瑰华语 圣女晓得了就是这最美的撒花之人 那么圣女又有什么精神去撒这花呢 牺牲的精神 读圣女的自传 几乎每一日都散发出牺牲二字 特别是在圣女生命的默克 那牺牲的爱情玫瑰花语 充满圣女的分分秒秒 她生命默克 她的整个的一生 前几天我在一个修会的毕竟 我还对当时修女们说 哎呦 我说你们这个饭书读的 读饭书的那个修女的声音太低沉了 有点伤感的很 我想在这里或许我应该收回我说过的话 因为或许是我还不懂牺牲的真谛 所以我听不懂那读书者的声音 低沉的声音可能要表达的就是牺牲 为何要低沉 因为牺牲还代表痛苦 圣女小德兰在她自传中说 我真没有想到我的痛苦是这样大 我想那位读圣女自传的女士 之所以用低沉伤感的语去送读 可能人家是对圣女的痛苦牺牲 有真的了解吧 我就想起了刚修道时 我阅读圣女自传之时 何曾不也是泪流满面 我今天不再为圣女的自传所感动 或许是因为我缺乏了对牺牲和痛苦的体验 或者说我已好长时间没有为了爱 为了天主而痛苦牺牲了 事实上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或许也是 因为有痛苦和牺牲就不理解何为爱 因为爱和痛苦牺牲总是在一起密不可分的 爱得越深痛得越切 所以衡量一位扶传者的标记是爱 但是是被痛苦和牺牲所包围的爱 朋友你有这样的爱吗 如果你有那你已经成为全教传教士了 祈祷 我们选圣女的一段祈祷词 作为我们的祈祷 天主耶稣 你因了爱我 流行到世界上来 为我自作牺牲 我的爱人 请你接纳我整个的生命 我愿为你吃苦 我愿为你死去 主 你亲自给我们说了 除了为爱 所爱的人舍生之外 爱情绝不能再有作为 然而我至上的爱 就是你 耶稣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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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